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密切 跟我们生存的环境分析 就在我们的身边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一些 一些序言 请同学们看这张漂亮的幻灯片 这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湖泊 我们青藏高原的西藏地区的纳木湖 纳木湖 海拔高度4718米 西藏它不叫湖 在战域里面它叫错 所以你看到 我刚才不是念错名字 不是念错字 错字我会读 我是跟同学们讲 在战域里面 它的名字不叫湖 它念成错 所以你它名字叫纳木错 你就要当纳木湖来理解 那么海拔更高的了 是不是将近5000米了 这是一张照片 这个是我国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湖 这个湖低于海平面 于海平面还低154米 这就是新疆土鲁方地区的爱丁湖 爱丁湖 基本上是干了 基本上是干了 当然它不是全世界最低的湖 全世界最低的湖不在这里 在死海 好 我们前面看了几个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 我们现在再进一步扩展一点视野 世界最大的湖 是离海湖 是个咸水湖 这个湖泊占地43.6万平方公里 43.6万平方公里 是我们四个江苏省大 第二大的湖 在美国和加拿大交接带 苏比利尔湖 主体发育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是个淡水湖 淡水 世界上的第二大湖 8.8万平方公里 世界海拔最高的 就是刚才换的换灯片 西藏地纳木措 或者叫纳木湖 世界海拔最低的湖 就是巴勒斯坦和约旦之间边境上 发育的一个湖 这个湖叫什么 叫死海 海拔 低于海拔395米 所以海拔-395米 是全世界最低的一个湖泊 是一个咸水湖 是一个咸水湖 那么世界最深的湖是什么呢 世界最深的湖 在俄罗斯 贝加尔 贝加尔湖 它是1620米的深度 1620米的深度 世界上湖泊最多的国家是什么 在芬兰 一个芬兰本身国家也不大 但是它湖泊 达到了5.5万个之多 占该国地表面积8% 占该国面积的8% 而我国总共加来起 大大小小加在一起 也不过才2万多个湖泊 占地面积不过是7.56万平方公里 而我国的总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 1%都不到 它占了8%多 那当然前面我们知道了 中国海拔 最低的湖 是爱丁湖 那么 其中就很著名的一个湖泊 也很漂亮的一个湖泊 位于中陶边境 中陶边境 位于我国金陵省 长白山主峰 白头山 在这山附近 在这个上面 海拔2185米的地方 有一个高山湖 这个湖 是一个火山口湖 是个火山湖 面积9.82平方公里 名字叫天池 长白山天池 因为天池有好几个地方 我们知道 除了长白山就在天池外 其他地方在什么地方 天山也叫 乌鲁木齐 北边也有个天池 这个是长白山的天池 它水深了370多米 370多米 是我国东部 中国东部最高 最深的淡水湖 淡水湖 好 我们看了前面那些黄灯片 看了前面那些介绍以后 我们讲一下湖泊的都一词 除了常见的 除了常见我们讲的湖以外 比如讲江苏的太湖 新疆的森林木湖等等 还有海 前面我讲了 泥海 池海 都是湖 那么更小的湖 那么东南海 是吧 还有叫唐 台湾六月唐 是吧 还有叫池 云南的天池 天上的天池 汤北上的天池 还有叫博 是吧 罗布博 新疆的罗布博 山东的梁山博 就是湖泊 就是湖泊 还有酒 宜兴 稀酒 稀酒就是稀湖的意思 就是稀湖的意思 它叫酒 它不叫湖 那么刚才讲了 还有叫错 比如讲班公湖 在战狱里面就叫班公错 班公错 还有叫大闹 闹 你们可能听得比较少吧 闹 闹湖 那么这个汪棋森 汪森棋 曾经写过一篇 赏文 叫做 叫做大闹祭祀 就是指这个湖 湖 那么对于湖布来讲呢 人们还是比较喜欢的 人者爱什么 人者爱什么 爱上 智者呢 热水 这个大学们都知道 所以有很多的 以湖泊为背景 那种文学描述 这种文学描述 我们稍微简一句话讲一讲 就是我们看到的 洞庭 波涌 连天雪 残导 能够 动地诗 这首歌是谁写的 你们有谁知道 是一个这么好的一首诗 诗句 谁写的 洞庭 波涌 连天雪 残导 能够 动地诗 也有气派 而且 诗性也很浓 这是我们 著名的 我们伟大领袖 毛主席写的 所以你们啊 你们现在还是很年轻 而且呢 建国不过六十多年 这么一首著名的诗句 你们不应该不知道 当然 对于 对于 其他的太湖的描述啊 对于西湖的描述啊 那太多了 是吧 随便简简 都是 都是啊 好 好 我们讲了那么多的 湖部有关的 序言 我们在最后谈一下 江南的两大明湖 两大明湖 都发生在我们啊 江苏省 一个叫太湖 一个叫玄武湖 太湖 太湖 古主无国 啊 那么是中国第三大的一个淡水湖 啊 那么在太湖地区 它的沿岸主要是一些什么地层啊 太湖 湖底是十探二叠 十探二叠主要是灰岩地区 是灰岩地层啊 主要是灰岩的一种地层 这个灰岩呢 在湖水的冲刷下 会形成一种 很好看的 为王家园林 我们现在的公园 我们很多的重要场所 做摆设的一种石头 这种石头 是一种装饰石 啊 装饰石 做装饰用的 啊 或者做观散石 做观散用的 这种石头 因为它取自太湖 质量最高 所以叫太湖石 你上我这个课 要知道什么叫太湖石 不是讲 看到太湖一个石头啊 有几个洞就在太湖石 它有讲究的 讲究五个字 瘦 透 露 皱 骑 啊 瘦透露 皱骑 有五个字 首先 哎 它要看起来很瘦 就像 就像少女一样的 瘦 胖的 你怎么叫它好看 啊 算 好 第二个呢 要有很多孔洞 要漏 第三个呢 要透光性好 啊 要透光性好 然后呢 要有点曲线 有点曲线美 有点测骤 最后 形态造型 要很齐 以齐智能 那么 唐朝时期 不明是能 白居 对太湖石 就有描述 啊 就有描述 它这么描述呢 持有 巨族 太湖为假 它把太湖石 作为假 第一 作为第一 很有名 那么这个太湖石呢 现在呢 是参与 太湖的西山岛 西山岛 是由 黄龙族 床山族 会员 龙氏而成的 这个西山岛里面 啊 现在已经被批为 国家地质公园 已经被批为 国家地质公园 啊 那么 其中的 这个太湖里面的西山岛啊 原来呢 是德里的一个孤岛 现在呢 已经有 乔 跟路地相连了 已经可以直接就 从苏州那里 坐船 坐 坐坐汽车了 就可以直接到西山岛 我们大家知道 著名的一种茶叶 叫碧罗村 碧罗村 它原始产地 就是在西山岛 就在西山岛啊 对的 这个你们到了西山岛以后 就会知道 碧罗村 哦 原来产在这个地方 啊 那么 除了这个西山岛以外 除了太湖石以外 太湖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 叫源头柱 源头柱 源头柱上呢 有个很大的四个字 包运无悦 到那里参观啊 都会看到这个 很著名的一个 字体写得很 很俊秀 很有气派的四个大字 那么在这个岸边上呢 呃 非常漂亮的 拨横构造 当然不是这个太湖造成的啊 太湖之前 形成的一个 海浪的 拨横构造 啊 很有写成的 很有写成的 另外 在这太湖里面 还有一个著名的园区 啊 这叫黎园 黎园自然就会想起 当年越国为了复国 一个重要的功臣 战雨的故事 是吧 还想到另外一个 很著名的人物 西斯的故事 爱国女啊 女强能啊 西斯的故事 你能讲到不强吗 啊 他没那些计谋 能够安生吗 当然很强 是吧 不能是会打算就是强 啊 是确实强了啊 那么后来呢 越国 打败了五国以后 故事上这么描写 说 战雨呢 就隐居了 他知道这个皇上啊 能够共患呢 不能共享天下 所以他隐居了 隐居了 他和他的年轻时代的女朋友 就刚才我讲的这位女产人 就两个人呢 诶 独特的小渡船呢 就隐居到太湖里面去了 这是故事 是不是真的 我没考虑啊 另外 在太湖有个景点 就是黎原 这黎原 有没有 有没有武学人啊 这里 我讲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啊 好 在 魏利明先生 封闭之桌 苏州博物馆 魏利明先生是在美国定居的一个华人 他是全世界建筑大师 他的封闭之桌 就是苏州博物馆 他最著名的节桌 就是波士顿的整座的玻璃大楼 波士顿 整座的玻璃大楼 这个玻璃大楼 当时还有一个故事 他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受到强烈反对 认为这个建筑界 前无古有 他冒险 正好快完工的时候 装建筑工人在上面 装修大玻璃 结果掉下来 掉下来 所以掀起了汉南大波 说失败了 这个可是关系的 这个很重要的身家 名誉问题 所以后来经过严格的数学计算 和严格的检查 发现是建筑工人出问题 不是贝利明先生的设计问题 所以 因新闻界的炒作 版面的炒作 使他更加出名 这次事件以后 第一座波士顿建筑 完成以后 玻璃大楼在全世界就铺开了 这么一个重要人物 有一个封闭之桌 苏字博物馆 在苏字博物馆里面 有一个极品台湖式 这就是极品了 你们看看 你们欣赏一下 是不是符合这五个字啊 受透露 奏极 这是五系列太湖 源头柱 源头柱 在这个源头柱边上 我们看一张照片 海城拨痕 是泥盆济沙岩里面的海城拨痕 海城拨痕 很漂亮吧 知道水龄是从哪里去的吧 缓拨向抖拨 缓拨向抖拨 从这个方向去的 看到斜城里没有 这是城里 这是斜城里 斜城里的裙斜方向 代表水流的方向 好 这也是个小湖 在西方 法国和德国的交界 原来曾经是德国的 反正来来回回 一下子德国 一下子法国 反正现在的法国 这是斯特拉斯堡 那么这是 俗号叫什么 小巴鲁 太湖 有多种成因假说 最近我们引进一个美国的学者 专门搞 陨石 宇宙地球的 他现在对太湖 也很感兴趣 就没找太湖的成因 他专门研究宇宙的 那当然他就跟宇宙联系 跟陨石联系的 太湖里面 有多种假说 其中也有跟天外 原因有关 一种假说 那么最流行的假说 是泄湖说 最流行的假说 是泄湖说 因为在海底 湖底 湖园里面 在湖底 发现由 海上生物化石 推测 曾经是泄湖 因为我们知道 当时 当时 海口并不是在我们现在的 所看到的 上海一带 而是在什么 当时镇江是个出海口 那么第二个呢 就断线 认为太湖是断线形成的 主要的证据 就是四周都有断层 都有正断层 第三个是破火山口 假说 他的证据就是 火山沿 完老太湖 四周分布 那么火山爆发 引起了地面 溶生 溶生以后 变成一个火山口 最后失去了沿江支撑 摊下来 趴下来 就变成一个原形的 一个太湖 第四个就是 天外来克拉 一颗陨星 炸到了我们 这个地区 形成一个大洞 这就是太湖 那么这个是我南京大学的 王尔康教授 在1994年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科学通报上 那么他有很多的证据 有很多证据 有机会同学们可以看 1994年的科学通报那篇文章 当然是有争议的 有争议 不是盖棺定论的 是在探术当中的 一种成因假说 宇宙运行撞击说 第六种是穷龙构造 穷龙构造 是不是跟火山口是相似的 一种是望向他的 一种是望上的 那么他的证据在哪里 他认为地层 太湖四周地层 都是向湖外裙斜的 所以他推出 但是下面有一个延将体 强烈上涌 印上去的延将体 强烈上涌 使四周的地层 来朝着太湖方向裙斜了 然后他下来 变成一个湖 最后是河流渔基 你看一个太湖 有这么多的 学术界的争端 可见太湖的 除了他的静观以外 他的历史地位以外 科学上也很有地位 玄武湖差一点 因为在家门口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历史 那么玄武湖 古名叫三伯 那么东吴时代 双全建都南京 引水入城 成为这个湖泊 当年叫命名为厚湖 东智时期 把厚湖改名叫百湖 叫百湖 在六朝时期 有人在湖中 见到了有鳄鱼 鳄鱼是海撒的 是吧 所以就把这个六 六朝时期 就把这个湖改名叫玄武湖 玄武很好听 把它翻译成真正的意思 并不好听 海湖 是吧 海湖有什么好听 玄武湖就好听 好 百宋时期 一渡于山 玄武湖一渡于山 元朝时期 在1343年 进行了苏骏 进行过一次苏骏 然后苏骏完了以后 湖面比原来大大肃小 元朝时期进行苏骏 已经比他肃小了 好 到了 更后面 到明太祖 苏元璋天上大下来了 定独南京 这个时候 玄武湖冷藍床在 但是是不给老百姓采访 它是一个皇家的园林 是皇家境地的 一直到了辛亥革命 1911年 才批为真正的 广大人民群众的 自由进出的地方 公园 公园就不要钱的了 当然现在公园要钱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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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陆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